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现在还有 而且距离它有可能是 在世界上生命最长的一种物种 你知道吗 那是什么 不是小强吗 不是 小强我们之前讲过 他也很厉害 我知道了 是藻类 对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有看张 我主持人要配东西 好 没有错 我们现在讲藻类 那你知道为什么藻类有很多 为什么有红色的 绿色的 还有长得比较黑的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 还有什么蓝色 绿色 可见它变化多端 那每一个藻类最近有什么样的营养 其实现在很流行吃这个蓝藻 绿藻 褐藻 你知道吗 像我们吃的紫菜 海带 还有这个羊菜 其实也都是藻类 对 真的 可是为什么颜色不同 现在才知道它真的蛮好的 颜色不同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就像潘老师讲的 海藻 老师认为它是生命之源 对 你看这个藻类 从这么古远一直活到现在 肯定它有某种东西 是让它一直能够活着 如果我们吃下去的话 长生不老藻 好 那节目一开始呢 待会我们要来介绍这个藻类 好好的介绍 节目一开始请潘老师告诉我们 今天的保健室电子报 最近一期的这个临床传染病期刊 由这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 基因转译的研究中心 一个普瑞斯博士 发表了一篇论文 那么他的论文里面提到说 在美国大概有24%的生鲜肉品上面 含有多重抗药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如果有看过我们这个电子报的人就知道说 目前这个细菌呢 有三种非常讨厌 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印度新德里的NDM-1的超级细菌 第二个就是我以前提到的 叫多重抗药性的肺结合菌 这两个我已经讲过了 现在呢 今天刚好这篇文章还是燙的 刚刚才发表的 提到了一个叫多重抗药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那么这个在上次我稍微略微提到 那么像这个菌呢 在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 相当有名 每次疾病流行的时候 大家都提到这个单位 我原来也在这个单位工作 那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呢 每年造成美国民众 大概有24万件的感染 那么光以2005年一年来看呢 因为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 而死亡的人呢 超过一万九千人 比当年艾滋病感染死亡的人数还多 所以当你觉得艾滋病 闻而色变的时候呢 多重抗药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呢 其实已经造成很多人的死亡 那么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呢 基本上在所有人的手上 在现在观众朋友的手上都有 在你的皮肤上呢 一大堆 什么时候会产生问题呢 手破的时候 你手只要一破 我每次在讲免疫系统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我们的最坚强的城墙堡垒在皮肤 皮肤只要一破 就开始产生感染 感染从严重到从轻到严重都有 包括农包啦 蜂窝性组织炎啊 异味性皮肤炎等等 那如果吃进来造成腹泻 恶心呕吐腹痛 严重的可以造成肺炎 心内膜炎 甚至中毒 菌血症而死亡 那么这一次 普瑞斯博士呢 从二十六个商店中呢 检验了一百三十六个样本 发现有百分之四十七的肉品 样品里面呢 有金黄色葡萄球菌 这蛮多的一半以上 而且这些金黄色葡萄球菌 百分之九十六 也可以说是接近百分之百 都至少一种抗生素 有抗腰性 如果三种以上 有抗腰性的百分之五十二 不得了 这个表示呢 多重性抗腰性金黄色葡萄球菌 其实已经存在在任何的肉品里面 那么这一次他的发现 请大家注意 不要集中在肉品 含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细菌 更重要的是 他发现在这个肉品里面 有很多的抗生素 因为这些多重抗腰性的 这个细菌之所以产生 是因为养殖业者 在这些肉品 不论是养猪养牛 甚至最近在台湾 这个肌肉里面验出的 这个抗生素 都是这个问题 因为滥用这个抗生素 造成这个细菌产生 所谓的多重性的抗腰性 所以这一次大家正在惊悚说 吃到这个所谓的 抗生素的同时 但是抗生素的量 是非常的低了 在担心这个副作用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细菌产生变种之后 产生多重性抗腰性 造成的死亡 可能远远比你现在担心的 来得更多 所以因此在这个时候起 欧盟从2006年起 全面禁止 禽畜养殖业者 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 那么台湾目前 好像还有好几 大概十几种的抗生素 是合法可以使用的 那但是逐渐在开始禁止当中 那么目前来讲 我们的农委会 还有相关试验研究 也在研究 是不是不要使用这种抗生素 在这个禽醋上面 因为终究要吃到人类上 不仅是抗生素残留的问题 刚刚我提过 抗药性细菌的问题也很严重 所以因此 现在开始研发绿色的饲料添加物 包括给益生菌 给这个禽醋吃 包括所谓的中草药 给这个禽醋吃 甚至今天我们提到的海藻 都也有喂给禽醋吃的 利用所谓的益生菌 利用所谓的中草药 利用所谓的海藻 来取代全面取代禽醋类的 所谓的抗生素 来让禽醋更健康 人类当然也更健康 那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除了我们农醋单位 该做的事情之外 目前我们自己要做的就是 你在烹调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将生鲜的跟煮熟的 要分开处理 这是我们常常强调的 如果你不分开处理的话 容易造成感染 而这种感染是多重抗药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对三种以上的抗生素是产生抗药的 这是非常严重的 请大家特别注意 好 谢谢潘老师告诉我们 这及时而且又非常新的这个资讯 对啊 对啊 那这样我们就尽量避免生食就对 是不是呢 应该是 潘老师是不是这样 但更重要的是就是情畜业者 开始要全面禁用抗生素 在情畜上面 那这个部分我们台湾还做不到 那逐渐在处理当中 因为我们其实吃肉 因为它有丰富蛋白质 那我记得潘老师讲 其实海藻它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真的吗 对 如果说我们在肉类部分 其实有时候烤绿道 植物性蛋白质也不错 对 不要看海藻小小的 有的要用显微镜才看得到那个藻类 当然海带那么一大颗是不会用显微镜 但有的海藻很小 用显微镜才看得到 那它究竟有什么营养 我们等一下赶快来分析一下 好 赶快来 你看我手上这个绿绿的是什么 你已经把它绿藻是不是 这是绿藻吗 绿色就绿藻 这是鹤藻椒 鹤藻椒 听说这个可以当面膜 当然今天我们的脸 可能没有办法牺牲 你看 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影片 真的 你一定没涂像我们女生涂 你要涂厚一点 不能涂这么薄 要涂厚一点 我还真的没涂过 对 要厚一点点 等一下我来展示一下 然后俊要涂脸上 我涂一下 好 那你要再涂厚一点点 好 那个 教来宾 所以刚刚有老师已经跳出来说 这不是绿藻 那是什么东西 我们待会记得跟大家来做分享 好 赶快来欢迎 我们今天的来宾 江教育第28章的老师 他也是生物科技的专家 也是藻类的 这个算达人 藻类专家 好 我们赶快欢迎 却宏达老师 老师好 各位观众 各位同学大家好 老师也是中华 藻类学会的理事 好 另外这两位同学 我就是想说 他们是蓝绿不同调 因为五年久班 洪素卿 素卿好 大家好 为什么讲蓝绿素卿是 你说蓝绿不同调是什么 他等一下介绍蓝藻是不是 对 因为他是吃蓝绿的 他有在吃蓝绿 好 那另外这位同学呢 五年五班的刘俊阳 那他就是绿了 对 因为我吃的是绿绿 大家健康 我现在才知道说野餐部队 原来是最会保养皮肤的 对 他们都抹的 每天都抹的这样子有没有 顺便打仗顺便保养皮肤 这个没有腥味 菜的味道 对 我觉得腥味 是菜味 海藻的味道 所以有些人 海藻椒 对 海藻椒 有些人对这个味道不喜欢 有些人就很喜欢 像我就很喜欢 因为什么 像我吃了一早的时候 我是整个用搅的 然后呢 那很新 我太太 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就很好 就感觉像是 的味道 可是我太太就一颗都不能搅 他一定要用水吞下去 所以我就每一个人 对他味道的感觉 我也是 我是很喜欢搅 越搅就越香 我就一次 我一次二十颗就这样一直搅 可以搅半个小时 我就是很怕你这种人 因为你这种人打嗝的时候 我在对面都想死 不怪我太太越来越不喜欢 可能你上辈子试个半壳 都是海里面的 我就会喜欢那个味道 我们来看一下 介绍一下什么是海藻 这里面有想像是美人鱼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海藻 海龟 海龟 身材比较像 活得越久 长生不老 对 长生不老 跟藻类一样 长生不老 来 我先来介绍什么是海藻 我跟你讲 我这边看了资料 才知道说海藻 其实它有分两种 大理分两种 你看 当然因为它长在海里面 就叫做海藻 其实它可以分为浮游性 跟固着性两种 那浮游性的藻类 也被称为维系藻 通常它是借由显微镜 来做观察 待会我们是不是也会 它浮在海里面 我们也会用显微镜来看 人的嘛 它浮在海里面 然后固着性的藻类 则是包括了单细胞 附着藻类 以及多细胞的大型藻类 那么这些大型固着性的藻类 就是我们俗称的海藻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常见的四大藻类 来做一下这个比较 其实你可以看到 对 现在才知道分四类 那么荷藻 植物门 或是绿藻 蓝藻 或者是红藻 我们看到它的体质 其实都有多细胞 跟单细胞的 它是不是自己也会 藻类它会自己是单细胞 会做分化生长 那再来细胞 没有 你看蓝藻是单细胞 所以蓝藻就没有大的 通常要靠细胞 它是比较小的 那红藻就有多细胞 褐藻也是多细胞 就比较大 那这个绿藻是 那绿藻就有单跟多 等下理事 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那些细胞病里面 我们看大部分 都含有纤维素 你看都有 对不对 四种都有 可是你看 褐藻的部分 它有褐藻胶 蓝藻部分 又有糖蛋白跟纤维素 另外产生 就是在光合作用之后 它们会产生什么 你看褐藻里面 有这个甘露醇 那绿藻的淀粉 那像蓝藻就有甘糖 或蓝藻淀粉 甚至红藻就是红藻淀粉 可是在色素部分 大概就是月利素 跟β胡萝卜素 等等比较多 可是你看分布 你看在褐藻部分 全世界就有两千种 那绿藻的话 也有一千两百多种 那蓝藻部分 你看大部分是淡水 淡七成多 多数大概是海产部分 你看像红藻就有六千多 六千种这么多 所以有个大细胞跟小细胞 那甘露醺老师 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不是藻类 就只分这四大类 四大类吗 基本上这个是四种大型藻 微细藻还有上万种的微细藻 所以显微镜像要看的 微细藻是非常的多 微生物非常的多 各种颜色都有 各种颜色都有 但主要还是四个颜色 就是像褐藻褐色 褐藻绿色 蓝藻蓝色 蓝色 但是有时候看起来是绿色 其实里面有藻藻素 那红藻外观看起来就红色 就是红的 那它最大的差别 就是它的色素 光和色素 有沒有 光和色素 对 褐藻的话 就是胡萝卜素 跟叶绿素 叶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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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藻红素 还有藻蓝素 它位置更深 因为光照到海里面以后 滲透着波长的关系 所以它蓝色跟红色就分开了 接受阳光比较多 它就比较绿一点 对 但这四种都蛮营养的 是不是我们要多吃 这四种都很营养 而营养素都不一样 应该都要吃 不一样 潘老师是不是帮我们讲一下 这四种 对 我上次就曾经讲过 就说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在地球刚生成的时候 它是没有任何养分的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 任何的生物 它都需要有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跟所谓的脂肪 这些进来 那我们人不能够平白无故 生出这些东西来 那这些绿藻就很厉害 在一开始有水的地方 它可以行光合作用 这个光合作用不得了 它只要吸收阳光 它就可以把二氧化碳跟水 变成碳水化合物 也就是说 它能够把原来没有用的东西 可以变成像淀粉 这种碳水化合物 让生物能够活下去 所以任何的地球表面 只要一开始有水以后 假设有了这个藻类以后 就开始会有生物 然后这个生物 就开始在这个水里面 开始从最小的生物 慢慢变大生物 所以从这个什么 小细胞到多细胞 单细胞到多细胞 然后甚至到小鱼 大鱼 大型鱼 然后开始变成爬虫类 爬虫类才开始进到陆地来 然后陆地来 然后才变成直立的动物 所以因此只要有海藻的地方 就会有生物 所以我才一直在讲说 这叫做生命资源 对 叫生命资源 而且更好玩的是 我们在陆地的人类 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说 我们要吃五骨根筋类 五骨根筋类是什么 淀粉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又要吃肉类 蛋白质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又要吃油 就是脂肪 三种都要吃到 还要吃一大堆的什么蔬菜水果 一日五七九吃的都昏了 对 但我现在请问你 一开始在水里面的那个鱼 吃什么 它能够去吃肉吗 它就吃海藻 海藻一吃一口咬去全部都有 包括碳水化物 包括蛋白质 包括脂肪 包括维生素 包括矿物质 都进去 或者吃鱼类 鱼就吃鱼 那就是它小的先吃藻 然后大鱼再吃小鱼 大鱼吃小鱼 吃小鱼会吃海藻 所以它最原始要从海藻那边一直过来 所以它只要吃一种东西 就可以得到全部的东西 对啊 就可以得到全部的东西 所以我才说它是一个源头 而且它很好玩 是一般陆地的植物 你看任何的蔬菜 比如说什么硬菜 高丽菜 什么芥兰 我跟你讲 那个蛋白质含量 大概一百公克的这种菜 蛋白质含量 绝对低于三趴以下 三趴或两趴以下 所以你单吃陆地上这些蔬菜 你看你得不到蛋白质 所以我们才一直鼓励大家 要不去吃动物蛋白质 要不就要吃大豆 可是海藻不是 海藻的蛋白质 可以高过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以上 所以你吃一口的这个海藻 就可以得到一堆蛋白质 这是在陆地上的这个植物 是完全没有办法跟它比较 很奇怪的一个特性 科生你好奇妙 非常奇怪的一个特性 这么原始的东西 但它里面的含量那么丰富 物种存活这么久的时间 对啊 只是我得想说 所以你看恐龙长那么大 都已经没了 都已经灭亡了 但是它都还活着 我只是在想说三十一年前 最先发现是蓝绿藻 那跟现在大家讲蓝绿藻 是不是有不一样 待会请却老师告诉我们 对 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个好不好 是褐藻 褐藻 褐藻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褐藻 褐藻它是属于多细胞植物 许多的褐藻可以被使用的 包括海带 群带菜 还有小海带等等 褐藻当中的褐藻糖椒 这个东西经过研究的证实 它是有防癌作用的 什么防癌作用呢 它可以启动癌细胞的凋亡机制 还有它可以增强 我们自体的免疫力 还有抑制癌细胞的血管增生 我对褐藻的认识 其实是 我不是跟大家讲过 我妈妈在日本开酒店 开十八年 我前面找她的时候 她带我去看 有一个老人村 我印象非常深刻 都很长寿 原来他们吃什么 吃海带 海带 他们吃很大量的海带 而且海带把它晒干之后 不是上面有什么白白的吗 我妈妈就跟我讲说 那个你要多吃 说我男孩子要多吃 待会专家可以解释一下 那个白白 听说那个白白就是什么 就是甘露醇是不是 就是对于我们身体就很好 这样子 那那个男人 尤其是中老年人的男人 像我们这种中年男子 特別需要去吃那种 这样子上面有白白的那种海带 所以他们日本还把 把那个昆布海带煮豆腐 叫做藏生不老汤 藏生不老汤 就经常他们经常吃那个 住在海边的老人 经常吃那个 所以我那时候 我二十几年 你就知道赫藻 对男人很好 对 我们就不晓得 赫藻就是海带 我们来看看海带 还真的蛮有营养的 对啊 你看海带 它有这个膳食纤维 包括它里面还含有 钙磷 点甲 锡 那么叶酸等营养素 那膳食纤维 它可以降低 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那点则是可以促进 血液当中的脂肪代谢 那么可是你在吃海带的时候 常常同学问 他如果说有一些这个 好像痛风 是不是可以吃一些海带 你也注意一下 就是怀孕期 跟哺乳的妇女 不宜过量 那么因为海带里面的点 会经由血液循环 或从胎盘或乳汁当中 进入到胎儿或幼儿体内 会造成了甲状腺功能的障碍 那确老师 我们除了怀孕跟哺乳的妇女 不宜过量食用以外 这海带这么好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多吃一点 海带其实可以多吃 但是海带吃要选择 还要选择 要选择 因为平常的海带 它是像有海藻胶 还有一个海藻糖胶 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荷藻糖胶跟荷藻胶 是不一样的 那你看海藻 你看男才有细胞壁 对不对 细胞壁有点黏黏的东西 那个就是保湿的荷藻糖胶 那个是很重要的东西 荷藻糖胶 那个是水溶性的 所以你用昆布用煮的 你就可以有东西熬出来 那你吃那东西就抗癌 褐藻糖胶就会吸湿出来 就会融出来 就会融出来 所以那个是很好的东西 然后褐藻胶 褐藻胶就是刚才你手上涂了 那个就是褐藻胶 它本身是可以变成一个 一个连性的 就是吸水 很保湿的吸水东西 它现在干了以后 就可以扒掉 老师有介绍我们这个 褐藻糖胶 对 褐藻糖胶就是什么东西 然后它在我们吃的海带里面 海带之外还有哪些都有 好 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褐藻糖胶 那么褐藻糖胶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食物纤维 它从化学结构上 我们来看的话 它是一种这个硫酸基为主的 多糖体 那富含在海藻类里面 年华成分当中 怪不得我们买海带 有时候年年的呢 就是那个东西 那哪些食物有呢 对 我们看一下 那么哪些食物里面 有这个褐藻糖胶 那么它是在各种品种的褐藻当中 像是这个昆布紫菜 裙带菜 也被发现存在在动物当中 像海 海参也是绵绵的 海参也有 潘老师 这个褐藻糖胶 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他是这样 他就是他从这个海带的 这个年华成分被发现的 发现之后呢 我们检索过国际的文献 发现日本人做的比较多 其他国家做的比较少 那么他们一开始发表的时候 当时是提到就是说 他们在动物实验里面 那么使用一些这个癌细胞 做培养的时候 那么把这个褐藻糖胶 放下去的时候 发现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真的啊 對 第一次的这个发表会当中 就引起大家的重视 就认为说 那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以后发展 药物方面又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向 那现在目前是还没有做到人类 就是他是做在动物上面 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增强免疫力 对对对对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他在动物实验里面做的 还可以的情况之下 到人类他还有一段距离 原因是因为他到底 他这个量要用多大 对 然后呢 另外就是说呢 在动物上面有效 在人类是否也一定有效 这还要再进一步的评估 对 所以现在科学到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荷藻糖椒 有代科学进一步验证 他到底要好在哪里 对 用在动物上可能 不过但是 不过但是我要强调一点 是说虽然他在这个特定的成分 就是说这是一个特定的成分 他把海淡 因为含有很多的成分 他把特定的成分拿出来做 目前是做的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但是这整个海淡多吃 这个观念是不能改变的 你知道吗 藻类里面其实去了解 绿藻是最先被拿出来研究的 真的吗 所以杨耀哥吃 他真的会不会长命百岁像海龟 对不对 那海龟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我们赫藻大概都了解了 对 原来就是海淡 海淡是赫藻的一类 然后可以多吃 还有很多进一步的研究 要有待它的 究竟有什么好进一步研究 那等一下我们要来研究 绿藻 绿藻 绿藻好多东西 绿藻那究竟什么东西 满上回来之后 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我们知道吃海藻有很多的好处 对 那我们两个现在拿去 代表不同的一个地区来的 对 就我们刚刚讲的海淡 对 像我觉得我们一般吃的海淡 应该都是饭子 但是台湾没有产海淡 对 因为海淡生长在水温 大概15度左右的海水水 比较冷 对 比较冷 所以大部分日本 韩国 大陆比较多 但是你这个就台湾有产了 这是进口博来瓶 对 好 半天我们吃这是博来瓶 对 那我这个应该是宝岛土产的 对 在东北角 这叫什么呢 这个叫海淡亚 对 叫群菜 群带菜 群带菜 把它切细细的变海淡亚 对 但他们这个鹤藻 糖椒 都还是蛮丰富的 对 这个就是鹤藻 好 那我们刚刚有预告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蓝藻 绿藻 那么要搁这边 对 绿藻 来介绍绿藻吧 我要讲一下 因为我每天都在吃绿藻 而且我都 我都把他用嚼的把他嚼开 待会我再请他专家说 我到底是要用吞的 还是用嚼的比较好 先聊一下绿藻 绿藻叫做什么 小球藻 是最早受到研究的藻类 被尊称为 濃缩的营养素 保库 绿藻中的植物性蛋白质 含量是百分之五十以上 叶绿素含量是一般植物的四倍 金光和作用的 产生营养素的能力 是其他植物的十倍 所以绿藻 细胞的体积和我们人类的 红血球是一样的 所以叶绿素也和人类的血红素 构造是相似 具有补血的功能 所以绿藻又被称为绿色血球 那绿藻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纖維 有助人体排便順暢 另外伽玛丁氨基弱酸 就叫伽巴 具有助眠的作用 其实这个膳食纤维 我其实这半年多一年 都在晚餐前吃 晚餐前吃 对 因为这个膳食纤维 就让我有饱足感 所以我的晚餐就吃得少 所以我就瘦下来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我重要的因素之一 这个东西可以大会请专家 那你的排便 是不是也是绿绿的 其实我都没有看 没看 对 我都不敢看我的那个 那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我问一下 在这个绿藻里面 我们看到还蛮多好的营养成分的 但是它的面貌很多 比如说你看 这个是喝的 这个是绿藻精 做成绿藻精 要用喝的 然后我们一般比较常 最多接触的是绿藻钉 对不对 它已经变成一颗一颗一颗的了 那这么多 是不是它的营养成分都一样 还有面条 对 这里还有绿藻面条 变化多端 因为绿藻的源头 它是一种小球藻 是眼睛看不到的 看不到 看不到的 它跟我们血液里面的血红素 一样大小而已 所以非常的小 所以培养的时候 我们现在讲的是维藻 维细藻类 培养出来的粉末 培养培养的藻 我们把它喷雾干燥变成粉末 你看这一个就是绿藻粉 绿色的粉末 这个绿色粉末里面蛋白质 是超过50% 很漂亮的绿色 你们阅历素 是所有植物界最高的 大概有三个percent 所以只要一点点 那杯水都是绿绿的 所以这个就可以拿去 泡来喝也不错 对啊 这个可以泡来喝 等一下我们试试看 可以泡来喝 而且打成定 或是添加在面条里面 变成面条 做到蛋糕里面 变成绿藻蛋糕 这个绿藻蛋糕 绿藻面包 你是看到绿藻面包 是 对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好香 蠻香的 下来吃吃看 是啊 所以你看这个是 几乎是等于绿色的牛奶粉 比牛奶粉 蛋白质还高 奶粉的蛋白质才多少 二十多到三十趴 这个它一倍 五十多到六十趴 所以这个营养素非常的高 在吃绿藻 吃绿藻其实我有两个问题 是 第一个问题是说像我 在晚餐前一次吃二十颗 但是有些人说是应该把它拆开来 变成早中晚 一天一样是二十颗 但是要拆开来吃 所以说我现在一次吃 或者是拆开来吃 比较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我要把它嚼碎 那有些人是直接用吞服的 那是这个吸收 跟那个 嚼碎的那个 是两个差别 是两个差别怎么样 一次吃跟分开吃 其实是分开吃比较好 因为是均食嘛 你三餐都有 而且绿藻里面 你很多细胞纤维 所以在吃的时候 你跟着食物 和在一起吃的时候 会把你食物里面 帶了重金属 它可以吸附排掉 它可以一起吃 對 它可以一起吃是最好 然後自己要不要咬脆是无所谓 因为这个钉打钉了 你放在水里面 它不到二十分钟 或三十分钟 都溶解掉 所以你咬脆它 跟不咬脆它 但你肚子里面 也是都溶解掉 所以都可以 都可以这么吃 是不是钉的绿藻含量 比较多 像这个已经变成面包了 我想应该没有那么多 对 这个面包 顶多两个percent就已经这么绿了 对啊 那定的话是百分之百 也是添加了 添加个两个percent就够了 添加一点点 一点点就够了 那用喝的呢 那个含量也蛮多 这味道怎么样 这个是绿藻精 这是绿藻抽出 用热水抽出的 那我们刚刚讲 绿藻里面还有一个Gaba Gaba成分 Gaba Gaba这个是什么 等潘老师等一下去试一下 那我要讲一个Gaba 我们绿藻特殊培养的时候 它会Gaba的量 会从零点几升到 大概一千mg 每个两个mg 就千分之二 会提高浓度很高 那这个Gaba 你一天大概吃十八个mg 你就可以降血压 十八个mg 这样有多少 大概二十二十八个mg 你就可以什么 可以安眠 可以让你安神又安眠 有关于Gaba的病例 是一个很特别的病例 就之前马杰医院 就收到一个小男生 他来的时候 就他们一直觉得 他应该是 也非常非常严重的自闭症 因为他不说话 然后他几乎就是 也不会对外接触 甚至他连那个行动 行走都很困难 不会走路不学 他没有任何学习 那他们检查了很久之后 就发现一个很 一个原因 就是认为他可能就是Gaba缺乏 你知道就是好像 神经的传导物质缺乏 等于说一五开关 我开关打不开 或者电没有接好 他就发现 他好像是Gaba缺乏 所以他们就给他补充 一种可以补充Gaba的药物 结果神奇的是 他们 那个医生说 他大概补充Gaba 两个多礼拜 他就开始会有想学说话的医院 他本来是完全都跟外面 完全断绝接触 可是他开始有那种想法 就是开始想要学东西 开始会亂讲话 想要沟通的欲望 所以这东西真的很没有 我想说原来那个神经传导 它影响好多部分 就是连长得像自闭症外 他发现原来是缺这个 所以现在潘老师 要帮我们讲一下Gaba 那在你讲Gaba之前 我先喝吧 刚刚不是你喝了 就人参味了 对 他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健康同学 曾经讲过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 在脑部里面 它的分法有两种 一种是按照区域来分 一种是按照 它分泌的化学物质来分 比如说按照区域分的话 如果在这个 比如说吃饭的中心 他就控制吃饭 在动作区 他就控制动作 他在听觉区 他就控制听觉 这是按部位分 但是另外一个是按照分析 就是分泌出来的化学物质分 那分泌出来的化学物质 他有非常多不同种类的化学物质 我们有丹氨类的化学物质 我们有神经生态类的化学物质 也有所谓氨基酸类的化学物质 那么Gaba是属于氨基酸类的 氨基酸类 所以这个神经 如果分泌这个氨基酸的话 就叫这个神经 比如说他如果分泌Gaba的话 就叫Gaba神经细胞 那在氨基酸类里面 我们最具代表性的两种 这个神经细胞 一个叫做福安酸类的神经细胞 一个叫做Gaba类的神经细胞 那福安酸类的神经细胞 就是胃精 我们一般吃的胃精就是福安酸 所以因此福安酸 从嘴巴吃进去又进入脑袋 就会造成中国餐厅症候群的原因 是因为他是一个兴奋性的一个神经细胞 这个福安酸神经细胞在脑部 大部分是管兴奋的 比如说癫痫 就是可能是福安酸神经细胞 太过兴奋等等的原因 那Gaba呢 是属于抑制性的氨基酸神经细胞 所以大家就了解 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一个最基本结构 所以海藻 因为富含蛋白质 所以他当然带了很多很多的氨基酸 那其中有一个氨基酸叫Gaba 这个是他的氨基酸 那金嘴巴吃进来之后呢 这个氨基酸可以透过血液的流动 可以进入脑部部分 他不太可能是全部 他部分会进去 那进去之后呢 由于这个Gaba可以作用到 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的一些受体 所以他原来Gaba神经细胞 在脑袋就是负责所谓 镇静安眠的动作 就是可以舒缓紧张的情绪 然后可以帮助神经细胞的这个活性下降 那大家都知道呢 你要睡着 显然就是神经活性要下降 那现在目前在各大医院里面 我们所使用的任何的安眠药 全部都是包括像史蒂诺斯 这么有名的安眠药 通通都是作用在Gaba的接受体上面 全部都是作用在这上面 所以因此 因此作用到这个接受体 是当然是可以让神经舒缓 可以有安眠的作用 但是药物跟氨基酸的作用点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氨基酸主要是一个养分的输送 药物还是一个作用的这个原因 所以Gaba说要完全帮助睡眠 不太可能 可以部分部分 对对 那这个Gaba氨基酸除了氯草以外 我们通常吃别的什么 对当然就是任何的食物你都吃得到 任何蛋白质它是氨基酸 所以你吃任何的蛋白质食物 都可以吃得到这个Gaba的东西 都可以吃得到 只不过说是因为它的富含的比例特别高 你刚刚讲过它的每100公克里面 它有50%的蛋白质 这是一般植物是做不到的 所以因此在美国的太空总署NASA 把这个太空人送到外太空的时候 因为这个太空人必须要有蛋白质来源 没有蛋白质它就完了挂了 所以那时候就选到了这个绿藻 所以用绿藻当作太空人蛋白质食物的来源 所以声名大噪 我想到这个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因为Gaba看起来像是我们脑袋里面 尽管刹车的嘛 就是你有冲动还可以刹车 所以如果你老婆如果有购物的欲望 贵旺盛 或者说你有什么 平常就要跟她关心她的健康 给她多吃 给她刹车 真的吗 可是万一 我太太吃 是 可是我怕她会杀出她另外一个欲望 这样子就是 所以没有 对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她会杀出另外一个欲望吗 就是她去逛街钱给她吃好了 对啦 是 为什么我要给我太太吃的原因 可是我跟你说 树青她很聪明 她是吃蓝 她不吃绿 对 她知道要刹车 所以我不是要刹车 但是我们来看看 我们回顾一下 绿藻有 那我们讲绿藻有 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抓付一些 这个毒素之外 酸纤维很丰富 还有刚刚讲的Gaba 那它有哪些好处呢 我们看它对人体有七大好处 包括了把我们酸性体质 改变成为弱碱性的体质 这样是比较好的 对 那还有解毒作用 强化我们抗病能力 同时改善贫血 也可以这样血糖 另外帮助睡眠 帮助排便 还有抑制脂肪的分化 这个是绿藻 这个是蓝藻 怎么蓝藻也长得绿绿的呢 就是为什么它也是 但它为什么叫做蓝藻 先卖个关子 趕快回来就告诉大家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刚刚我们这个制作团队说 今天我们上课表现很好 所以各发一颗糖果 你这个糖果是蓝色的 蓝色的 这是什么 难道这是蓝藻做的吗 真的 它真的是蓝藻做的 藻金蛋白 润喉糖 所以等一下给潘老师吃一下 可能话讲太多了 你这个要长得有够像谁吗 像谁 蓝色小精灵我没有 蓝色小精灵我没有 不需要 那这样子会让我们误解 对不对 这会让我们误解说 这个是晚上可以那个的 就是如果你突然间吃这个 老婆就会觉得 不是 下次 下次俊耀吃的时候 他说这是润喉糖 你搞错了 但其实是那个 所以吃这个时候 所以厂商用心难哭 吃这个时候还可以跟老婆示爱 对不对 I love you 搭配一个润喉糖 以后把这个绿藻涂涂起来之后 还可以晒出一个心出来 对 对不对 我们现在大家都涂了绿藻了 看它效果怎么样 效果怎么样 好 那我们来介绍蓝藻 那究竟蓝藻是什么东西 跟绿藻也不一样 对 刚才讲 绿藻是刹车的 所以太太如果说 要去购买的时候 就要想起一个绿藻 蓝藻不一样 蓝藻大家想说以为 除了它有藻栏树之外 就是蓝藻它是 其实是螺旋藻 它长的样子是QQQ 跟那个不一样 那它主要生长 在那种 生长在那种碱性的 那个盐壶里面 那它比它更猛 它刚才是不是说 它的蛋白质是多少 50 我们这个是65到60% 这个部分已经赢了第一%了 真的 这么厉害 第二个部分说 刚才你是GABA 是让它安眠舒缓 大家可以注意到 它有什么 它有一个维生素B12 大家都知道 另外有CRE的维生素B群 对不对 所以又赢了第二%了 所以这样子 它不是GABA 它是买霸 它就是买霸 冲霸 所以它有维生素B12 它有丰富的蛋白质 对 然后它呢 还有这个蓝藻素 刚才蓝蓝的 对不对 另外呢 其实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个寒流多糖体 其实我第一次遇到蓝藻 是那个时候SARS的时候 还有那个肠病毒的时候 大家就在想说 有没有办法有一些 比如抵抗力 或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有些人就在吃蓝藻 就是因为它有一些寒流多糖体的部分 然后它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 推荐也是最理想的食物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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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最理想的食物 哇 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 要多多认识这个东西 蓝藻 那想要请问老师 你看 我们刚刚在广告前已经讲 你看这个绿藻长的是绿色 蓝藻长的也是深绿色 那为什么叫蓝藻 蓝藻它本身里面有一种蓝色的色素 所以这个这么蓝 褪取出来会是这样子 所以刚刚我的喉糖是这个褪取出来的 褪取出来的 褪取出来的 这个就是褪蓝蛋白 桌上的那一瓶 那个滴剂那一瓶 这个啊 那个是浓的 是纯的 它纯蛋白抽出的 那我可以用 可以滴一下 滴出来也是蓝色的 滴一下是很深蓝 你看 那像我知道的 以后就是我 好漂亮的蓝 深蓝色 可以这样吃吗 可以可以再去吃的 蓝宝石 也是要倒水 可以直接吃 你可以直接舔 对 就很像我们在吃那个蜂椒 蜂椒 蜂椒 很好吃 好吃耶 因为加了薄荷 真的吗 有薄荷 加了薄荷 吃一下 吃一下 好 来 可是我们讲 刚刚绿藻有一些gaba 对不对 它助眠 或者是三十七维蜂排便 那这个蓝藻呢 蓝藻刚才就讲 它蛋白质非常高 它V型非常高 所以蓝藻应该要早上吃 因为早上它可以提神 蓝藻早上吃 你睡完觉起床的时候 你要提神吃蓝藻 绿藻 那绿藻是晚上吃 均衡 所以你要晚上吃 晚上 晚餐吃 所以我这样吃是对的 所以你是对的 对不对 但是我太太要倒过来 她要早上给她吃绿藻 让她不要去购物 晚上让她吃蓝藻 让她整夜不睡 对 潘老师来帮我们讲一下 这个蓝藻 它的好处好不好 它的好处 当然就是说 它的蛋白质它特别高 比如说它达到68% 不但它跟绿藻不一样 是绿藻大部分都出现在海滩边 因为它需要那个阳光的叶绿素 所以在海滩边 所以它很大量 但蓝藻 你刚刚看到它都在湖泊里面 所以其实现在目前真正能够 产好的蓝藻或螺旋藻的地方 其实不多了 因为有很多的湖泊都已经干枯 而且要保持原始不被污染的湖泊 其实也都很少了 那所以因此呢 现在它的产量是一个大的问题 除非是你能够做培养 就是你做人工培养 但是如果说你要自然的话 它是有几个特别的 因为我那书读多了 我不太记得 有几个特别的湖泊 是比较有名的 它这个蓝藻是非常 因为它是主要是淡水的 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你一想 所以你现在想说 你海水 你想想看我们地球 百分之七十都是海洋 所以那你当然海水的量 所以绿藻那个产量 就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那你蓝藻的话 必须要在无污染的湖泊 又要很一定的水深的地方 你想想看你有几个地方有 你用这样想你就知道了 所以它就很少 那但是由于它的这个 这个色素结构的不同 也就是说 因为它的西光度不同 我常常讲 它这个颜色主要是因为 西光的关系 所以因此它化学结构的不同 所以它对于一些特别的有关 因为我们能够放出 辐射线的这些东西 一般都是比较属于分子 原子序比较高的 它就特别容易抓住它们 特别抓住它们以后呢 它就很容易把它排掉 所以比如说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今天如果不小心吃到 有污染的蔬菜 里面有放射线物质 我吃到肠道了 那吃到肠道 如果被肠吸收 进入我的血液 我就很糟糕了 如果它半摔息 还很长的话 可是这时候如果我吃了 蓝藻或螺旋藻以后 它在肠道就把这个污染 蔬菜的这个放射线 就抓住了 所以我肠道吸不上来 吸不上来 我顶多就是 我在消化的时候 被它照一下子 完了就排掉了 你看这个也是蓝藻 它也泡起来是绿的 泡起来是蓝蓝绿绿的 它还蛮漂亮 这个是蓝藻酵素 泡出来的 可是我们这个绿藻 泡出来的 就不太一样 对 像我们从藻类里面 可以抽出这个叶黄素 叶黄素 叶黄素对眼睛非常好 是 对不对 它对眼睛的营养太好了 而且是天然的 那是蓝藻有还是绿藻有 两个都有 两个都有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的疑问是这样 因为我早上也有在吃叶黄素 然后我有吃什么B群 有什么 那我有吃绿藻 那我这样子会不会吃太多 太多了 真的吃很多 重叠 是不会重叠的 计量 假如超过的话 皮肤会有带一点黄色 但是你没有 没有超过的 因为它一天30个mini gram 一般这样吃不会超过 所以我如果这样吃的话 还是OK的 还是OK 不会超过 因为你还有吃综合维他命 对啊 我有吃B群 他有吃绿藻 对 B群 叶黄素 叶黄素 维他命 这样这样会不会太多了 通常来讲 我们要吃这些东西 我们要把所有的成分 都要做起来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 不过一般来讲 我讲过很多次 维他命要过量的几率很低 就是很低 对 因为我们知道维他命的超过 产生副作用的那个剂量 必须高过好几倍以上 那你大概肌力不是那么高 我觉得 不太可能 所以还可以 我们刚刚讲绿藻有七道好处 蓝藻其实有八道好处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他改善贫血 可以抗病毒 降血脂 保护我们的肝脏 同时可以改善糖尿病的症状 还有这个肾脏功能 同时我们看到 他可以强化肠胃道的机能 抗肿瘤还有抗肤色 所以有这个八道的好处 好 所以这么多的好处 好 我们先进上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还有一大类是红藻 可能长在比较深海里面的 那红藻有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们都吃过 到底有什么东西 广告回来之后告诉大家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按照我们刚刚讲蓝绿藻 是一个微细藻 那我就想说 它现在到底是在海里面去 在海里面打捞也不可能 还是说要养殖的 薛老师 对 现在都是人工养殖的 因为在海里面 你不可能捞得到 它那么细跟红血球那么细 你任何网都捞不到 所以可能捞到鱼了 所以养它的时候 要先培养菌种 要把这菌种存化 不管是绿藻或是螺旋藻 然后就室内培养到 一个数量 以后就放到室外的大水池去养 你们看我们那个大水池 一个水池是有一千平方米 我看它圆圆的 圆圆的很大 裡面有一千吨的水 所以里面的藻 你就放得很多 你的水捞起来是绿色的 你什么也看不到 这也在台湾吗 这个在台湾 这个在高雄大午山旁边 所以那个水就是用矿泉水 那绿藻是淡水 螺旋藻是有点加人工海水 因为它需要一点咸度 它要碱度跟咸度 天然就在咸水服 可是咸水我们养出来 那个藻不能吃了 因为污染太多了 而且有杂藻 而且只有那个鸟 用嘴巴这样去吸 可以吃 人根本吃不到 对 不过以前土人 曾经把它捞起来 放在泥土上晒干 然后变成一块一块的 去这样吃 这样吃 不卫生 不卫生 那现在这样培养的话 已经相当好 而且都是有机的培养方法 那下雨了怎么办 下雨的话就要脱水 有离心机去脱水 所以它都已经是科学化 现代化了 所以做出来的粉末 这个非常的干净 这个重金属都没有 所以我们吃的栗藻藻藻 就这么来的 对 现在的栗藻藻藻 就这么来的 OK 了解 所以不是海里面捞的 只有鱼是要出海铺铺铺 海藻就是变成养殖鱼 对 变成养殖鱼 变成养殖鱼业了 好 我们认识了绿藍藻 再看一下红藻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原来是红藻也是 蛮常吃的一种 吃过 我们看一下 红藻大部分是属于多细胞藻体 由藻丝所组成 其实我们看 它单轴型的藻体当中 它中央有一条中轴的藻丝 其实大家比较熟悉 就是石花菜 大家看到 就比较清楚了 长得像树叶 对 你看 红藻的细胞 它普遍含有丰富的果胶 跟黏脂 多糖类 另外丰富的扇纤维 也有利肠道蠕动 帮助排便 所以这个是红藻 那潘老师 红藻是不是也蛮不错的 对 红藻它是比较 在深的水里面 比较深的水里面 然后它的这个 因为它颜色的关系 它就是特别的原因 就是说 它特别的可以含有一些像 比如说是这个 藻藍素 藻红素等等 那由于它的藻红素 所以它出现红色的东西 不过因为你这边也看到 它的细胞壁 就是一般我们的细胞 它的细胞壁 必须要维持它的完整性 所以它通常来讲 是利用这个所谓的糖类 就是我们讲葡萄糖 这种类型的东西 做一个化学结构变化 变成一个壁在上面 所以它这个壁在深海 你要知道它在水比较深 它水压比较大 你在潜水的时候 水压比较小 潜水伏病 所以它的这个东西 它的这个黏值跟多糖体 就更丰富 因为它要抗这个水压的问题 所以它的这个黏值 多糖体更丰富 所以因此它对于 肠道的功能 又比在潜水的海藻 又来得更好 对对对 而且黏值 我们讲就是像我们 大家有时候看到是寒天 是不是这个就是 对 寒天 像我们说石花菜 对对对对 若女啊 石花菜 它也是红枣的一部分 它为什么 为什么是白色的 或者是透明色的 那是因为它这样子 因为比较腥嘛 所以它就要一直洗 把那个石花菜 一直吸吸吸吸吸 经过了五六道程序以后 它变成白色的 腥味也没有了 然后拿来做成这个 但是它的成分还 但是很可惜的 早红树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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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问题是你每次吃到 那个洋菜 我们小时候 一条长长的 我妈妈都是切那个火腿 然后火腿撕下去拌 拌那个撕 那那个就是所谓 它的多糖体的 那个果胶纤维脂 所以咬起来 稍微有点不太好咬 对对对 稍微有点不太好咬 我们减肥一个盛品 叫寒天 寒天也是红枣的一类 那它也是因为 它可能那个已经 叫棗红树 很多很多洗掉 因为我们很多水溶性的 都会被它洗掉 包括最有 最眼睛看得最清楚 棗红树不见了 一定没有了 因为棗红树要在 就应该有红树了 对对对 那包括很多水溶性的 营养成分也都被它洗掉了 所以应该要吃 比较天然一点 所以像比较起来 蓝绿藻 你看似乎是 营养成分流的比较多 你看它黏着的 对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那看看我这个成果怎么样 对对 之前先请潘老师告诉我们 今天的保健室小叮嚀 对我们常常在健康同学会里面 介绍非常好的食材 那么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的 一个叫做海藻类的一个食材 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就说 知道它好之后 不是每餐都吃它 也不是全部都吃它 我们很怕这个 所以就希望你就是在平常能够多吃 在三餐当中或者一个礼拜七天之内 来分配的来吃 而且吃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各种各样的东西 也都吃到 比如说今天吃绿藻就是海带 对不对 那么或者裙带菜就是海带牙 那么明天我们就可以吃 比如说羊菜 石花菜等等 所以就是希望能够用搭配的来吃 但另外就是说你在购买的时候 也要注意它的这个安全性 因为确实是我们近海的这个 这个海水有的污染很严重 所以大家这个也要注意 好 俊亚师有没有帮我们补充一下 对 吃藻类一定要吃干净的 所以我们人工培养 跟现代化的科技培养 都很重视这个没有重金属 而且没有其他杂菌 杂藻的污染 这个非常重要 好 那现在你看我这个已经 哎呦 褐藻面糊 它变成一片一片的 这样要剥下来 肝子瘦就要撕下来 你们女生面膜也是这样 又有一片 所以刚刚要涂厚一点点 这样会变成紫菜吗 你可以尝尝看 跟紫菜类似了 只是变海苔了 已经变成海苔了 真的 可以撕下一片一片 所以我想效果可能会不错 就比较白嫩一点 对 那你再多涂一点 那姚哥呢 那姚哥呢 没有抠好就变成那个海龟 海龟的龟纹就出来了 我发现瘦藻的手好白 还有玩笑 但是不是插这个 不是 是我天生的 不过看一下这里 手细一点 对 你的脸也可以撕下来吗 可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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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